图路番 图路番称孤狮 也是高窗故地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葡萄城 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最热的地方 群山环绕最高落差五千多米 也是中国出土干湿的盘地 这一集连店长冒着酷暑 翻越火焰山 一探埋藏千年的火焰之旅 图路番我来了 图路番围雨是低地的意思 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 最低处位于爱宾湖 深达154.31米 最热时地表温度高达80摄氏度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使得这里成为著名的瓜果之乡 盛产葡萄更是驰名中外 这一次雷队长从乌鲁木齐出发 坐上新兰高铁前往图路番 带你去揭开今天图路番的面纱 现在雷队长来到这个图路番 图番它是个困地 所以说它整个形状的像一个橄榄 这个图路番大家可不要小看 它是这个亚欧大陆的连接处 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要道 也是进入西域的第一关 其实据这个史记记载 在这个图路番盆地 曾经生活的原住民叫做 孤诗人 刚到图路番 一位当地粉丝为了迎接我 为我画了一份旅游攻略 看着细心的构图 可见他对图路番这片土地 饱含热情 说在葡萄沟 不仅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葡萄 还能遇见美丽的孤里 但此时天色已晚 我在图路番的街道闲逛 这里新鲜多汁的石榴 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多少钱一杯 一瓶子二十块钱 这么多能价出几瓶来 五六千块钱一瓶子 一块钱的港湿水就够了 就到了 天呐 我的妈呀 你的名字叫什么汁是吧 我的名字亚孙 亚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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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叫亚孙 不叫亚孙 不叫亚孙 要叫亚孙 对 你们现在维吾尔族小朋友喜欢听什么歌 我喜欢流行的歌 谁的呀 谁的斗行 比如说谁的 蔡旭坤 同学们 第一部分在开始我们就听到 有人弹幕里面嚷嚷的这些小朋友都喜欢蔡旭坤 喜欢蔡旭坤什么呀 你就告诉我 喜欢他的英俊的外表是不是 他唱情人这首歌比较好 唱情人 大家好 现在来探掌呢 来到了葡萄沟 葡萄沟呢 位于吐鲁藩东北11公里处 它是在火焰山下的一个峡谷 这个峡谷里面有这个龟一鲁克河 当我赶到葡萄沟的时候 八百米葡萄长廊映入眼帘 这里身居内陆 远离海洋 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这里的葡萄 引天山雪水灌溉 不仅力大饱满 口感香甜 种类也非常丰富 高达七十多种 我在葡萄架下 不时联想起 吐鲁饭的葡萄熟了这首歌 可是在葡萄沟 人生地不熟 我差点迷路 要不然 我去问问当地人吧 现在前面有一个女孩坐在那个地方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里通 你可以叫我金花 阿里通就是挺不尽的意思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过晚间上班 是吗 天啊 是警察吗 对 是警察 现在我们头上这什么葡萄 那头上是我们的 葡萄饭的葡萄白葡萄 金花打算做我的向导 他认为了解维吾尔族 首先要从爱特莱斯开始 葡萄沟就在火焰山下 这里的人名远古时崇拜火 爱特莱斯上的花纹 就是艺术的描绘火的图案 这是维吾尔人 对希望和光明的崇敬之意 哎呦喂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最近卖得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吧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在里面 对 我小时候也在唐柯萄 也在里面 你们在干什么 在玩 你是维吾尔族吗 对 哎呦 你很帅 你知道吗 你叫帅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啊 啥意思呀 就是很好看的意思 哎呦 你还知道你好看 你太骄傲了 你知道骄傲什么意思吗 骄傲 我不知道 就是自己说自己好看 哎呦 你好 嗯 你俩很轻啊 我大 他儿子 你儿子 我大儿子 小可爱耶 AUA 去小时候去我们跳舞比赛 跳舞比赛 获得赢奖还是同奖 第二奖 第二奖 因为是赢奖 很累 大张旗鼓都要隔眼了 然后最爱看小朋友跳舞了 跳舞 哎呦哎呦 天呐 就是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跳得那么好啊 对 那小孩跳得像刀狼那样提的动作 对对 是吧 我要跟你比武 我要跟你比武 哎呦哎呦 你这谁教你的啊 你告诉我 新疆是歌舞之乡 各地舞蹈品种繁多 塞奈姆 刀狼舞 撒马舞 太多太多 小朋友从小就展现出舞蹈的天赋 随着网络带货的兴起 现在葡萄沟的葡萄 也不再依靠实体店 完全可以 我替你品尝 你直接在网上下单 对 尝一下尝一下 有没有说的 可以吃 可以吃 香飞王 香飞王 对 哇 不吃不肉 对对 你吃吓一跳 这个香飞王 简直 这是葡萄干中极品 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 就是这些东西到底贵不贵 到底能买多少个 多少钱 15块钱 15块钱 哇还可以啊 不过关键是啊 关键是这么大的粒 哇这边有最小的葡萄 就这个葡萄 这是一种什么葡萄啊 这是缩缩葡萄 世界上最小的葡萄 好奇 你这个胡子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啊 原来还真是可以长出这样的胡子 啊真的 看到种类丰富的葡萄干后 小朋友们你们一定有很多问号 这些葡萄究竟是怎么变成葡萄干的 于是金花姐姐带着雷探长来到了葡萄干量房 一探究竟 哇这是一个量房的棚切面啊 我们看一下天哪全是葡萄 哇就是吐鲁番这个量房的外围啊 外围就是用这种土砖啊 砌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吐鲁番的温度啊 据说夏季高达50到80度 所以说呢 这么热 然后呢 在这个砖窑里面是很通风 它既把这边水分抽干 又不会让它散不出去 所以说 是一个非常适合晒东西的一个好房间 这里面啊 已经扫了 已经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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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边就是全晾在那儿 就正在晾了 传统的晾房 对 已经干好的葡萄干 对 哇这就是晾房 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 你们现在知道这葡萄干是怎么晒出来了 很辛苦的 工人们要把这个葡萄摘完之后呢 在秋季呢 挂在这个晾房的这些铁丝上 对 就让这风干 15天就可以封好了是吧 对 15天内就封好了 让我人想偷吃 前往火焰山的路上 一阵美食的香味飘来 让我在火焰山脚下 驻足了好一阵 哇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原来就是黄面的诞生币啊 对 火焰山著名黄面 西域的味道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冒险的演讲 即刻我来到了整个新疆最热的地方 这是最热的地方 哎呦为什么这么夸张 真的很热太热了 这里夏季的气温可以达到50到80摄氏度 我身后这个就是 这就是被载入金丝世界记录的最大的这个温度计啊 世界上最大的 传说这里常有女妖怪出没 用美色征服西去的男青眼儿 当地人告诉我 在前方的火焰山下就是中国海拔灵米县 但是步行过去除非忍受鞋底被烧焦 所以只能自己驾驶这种手动挡不占车前往 当我走进这宽大的车厢 使命感油然而胜 祖国的边防真的需要热血与激情去捍卫 我一定不负使命完成这次自驾任务 金花同志你可一定要坐稳了 金花你有这样的体验吗 以前坐过这样的车吗 这个车怎么样 火焰好可怕 接下来我坐上了动力三角翼滑翔机 俯瞰火焰山的雄伟一览高昌固长的风貌 当滑翔机越飞越高时 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全貌映入眼帘 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其进行13次考古发掘 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和数以百计的千年古事 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 这时飞行员特地将飞机倾斜 之前火焰山如同火焰层层攀升 不过你要知道 当年西游记可是实景拍摄 为了还原小说 演员和道具统统要站在真实的火焰山上 才留下了不朽的经典 不过我希望我下次能够亲自驾驶飞机穿越火焰山 换好衣服了是吧 对 哎呀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告别了 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当当当当当 这是我自己自知人说的 那个做的那个葡萄罐套 哦 天呐 太感谢了 就你还会做罐套 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就给我了 哈哈哈 现在雷天长呢 要去这个土域沟 土域沟那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麻渣的这么一个古村子啊 我准备自驾前往土域沟 但是我在网上 没有查到任何租车信息 我四处打听下 一家当地维族车老板 愿意租车给我 去之前呢我要到新疆拌面餐厅呢 先好好吃一个新疆的拌面 您这主要最好吃的是什么 最好吃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餐厅这边 这边有一个女孩 你好 你好 你是维吾尔族吗 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比丹 阿比丹 对 但我觉得人家在这吃饭了 我们也不能打扰她 要不然 要不然 我也点这个吧 我们一起吃吧 好啊 好啊 我发现 我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 你把菜都拨到一边是吧 对 为什么 因为拨到一边的话 我可以边吃这个面 然后边吃这个菜 如果把它拌了的话 这个菜就到了下面 哇 你看我俩的面 天亮这边 我都忘了 曾经以前也有维族兄弟跟我说过 嗯 我都不已经拌成这样了 吃吧 因为我们内地就这么拌的 你觉得什么地方有那个 比较就古老的那个圈子 古老的 在同路有一个女孩 正当我邀请阿比丹同行时 一位神秘的男子 向我走了过来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一起去哪 说杨老家 对 因为你带着牌子嘛 我刚下班 哦 就博物馆 对 我给大家介绍啊 这是阿比达的这个男朋友 又天哪 要不然把你女朋友借我啊 出去那个 可以可以啊 你是做什么样子 我是 现在是罗兰博物馆的讲解 讲解 你那个干尸博物馆的干尸有多少 嗯 有十一个干尸 十一个呢 对 天哪 没赶上 但是话说来 我六月份去的那个乌鲁密奇的博物馆 没有罗兰展示啊 你是做什么工作啊 啊 我吗 我在幼儿园上 幼儿园老师啊 对 要不然你教我几句维吾尔语吧 好 我就教你你好 然后 你好 我知道 但我发的不好 对 我说的对吧 对 你说这个 你也会说汉语 你觉得维吾尔语跟汉语的区别是什么 维语的话 你说啥 然后你只要学会那个 几个字母 然后你只要有人说 你就可以写出来 我明白了 它就是拼音 对 维吾尔语是拼音 连起来就做成一个字 哇 这就是这个 麻扎村 对 刚到土鱼沟麻扎村 阿比丹就很快融入了维吾尔风情 带我走进了新疆的历史 后来我了解 这个土鱼沟呢 它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了 它是中国第一土庄 就是你们那个新疆啊 它是用夯土做的老房子 你住过这样的房子以前 有住过呀 小时候住过 小时候住过 对 老家 老家 老家是哪里的 在圣津乡 这上面这些还是油画呢 就像那种土鱼沟的风景 对 这是好像很久以前的了 而且我发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色 就这边的窗花特别有名 窗花是这边的文化原色之一 此刻来到这个麻扎村子中心 我看它这边有一个叫做麻扎阿丽地主麻寺 主麻 主麻日就是要礼拜的日子 那些古代帝王呢 他们都来征战到新疆就是来找葡萄干的 对吧 不是呀 来这儿找美女 就是这样的 阿比丹 你看这种房子又挺有维吾尔族特色的 上面是可以有一个秀楼上的 它能往下看 然后底下能走人 这就是你们维吾尔族的院子 对 这个门都是维吾尔族风格的 维吾尔族风格的 做的 老奶奶你多少岁 我来生的老奶奶 76岁 76岁 对 你是 我的父子太小了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卖葡萄 你是卖葡萄的 开修的 就快手卖葡萄的 这个大叔叫做新疆土鲁番特产 齐磊店长也是在要帮助那些农民脱贫致富 大家可以关注新疆土鲁番特产的这个大叔 就是做这个快手的 然后来买他的葡萄 这个多少钱呀 在这个村子依然保持着淳朴的交易风格 有人利用当下的互联网的便利做起了网售生意 但也有一些老人摆地摊做现金交易 我才发现这里的哈密瓜居然这么便宜 只要三块钱一公斤 刚才这个多少钱呀 十块钱 十块钱 它里有梁子和热的 梁子 我老天下的人 卖葡萄干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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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人叫什么呀 叫什么名字 阿布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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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哈哈 来 可以看 配酒 配酒吗 日本钱吗 全不要的 不要的 不要钱 好好好 葡萄干 哎哟哎哟 哎哟哎哟 我给你给我装葡萄干 走去啊 哎哟 这太 太客气了 给我装这么多葡萄干 这时 这位维族老大爷 不停地给我装葡萄干 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他的相册 哇我们看到这个老爷这个地方 好多葫芦 他特别的热情啊 然后呢见了外面的人来了 就特别的高兴 来了 来 来 陈一枪 陈一枪 谢谢 不害怕 不要陈 陈不要 不害怕 来嘛 谢谢 拉进去 热情的拉进去 同样的方法 你再重视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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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特别想跟陌生人拍照 里面那儿拍照 并且把照片寄给他 好的 这是他的爱好 好的 没有 没有 他在那儿说对方蛮好 他的地址 我应该怎么说 他是想跟所有人游戴的 我以为你要介绍他 他不让你拍 有他地址 对 有他地址 就是寄到这里来是吧 好了 够了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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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这个爷爷有点热情 你看 你看 好了够了够了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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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爷爷呢 叫阿布里俊 阿布里俊 然后呢 他现在呢 非常快乐 因为呢 他有那么多的客人 跟他喝过瘾了 希望大家都来跟他喝瘾 我看我这个要给你一点钱 这个给你就是那个瓜子的钱 然后要你拿着 我们也不能 啊啊啊啊啊 不要钱 不要钱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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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给我装不到盖吧 别别别 不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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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装了 可以了 不用不用了 真不用了 这老爷爷不用了 不用装了 不用装了 太热情了 哎呀 真不容易啊 就在一棵树下自己卖葡萄干 哎呀我哪舍得 他给我们塞那么多 他降了 他给所有的那个路人啊 就在那塞葡萄干 塞葡萄干 然后哼哼哼哼哼 他说他不要钱 我觉得降不好 不要钱他就平了 对呀 维俗老大爷厚厚的相册 就像一部影片 记录着客人们的欢声笑语 各种文化汇聚到了吐鲁番 又将微笑和友谊 拖上思路 大爷明白 没有人可以留住时间 但影像可以 没想到很多来过的客人 真的把照片 按照地址借给了大爷 这是他晚年最开心的事 这个墓地啊 土鱼沟这个墓地 大家看下面楼兰古城 你能看到一个东西 白白的看到了吗 这个村子啊 有1700年的历史 但是这个土鱼沟呢 它有2600年的历史 所以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呢 这边墓地里面 肯定有些白骨它会露了出来 其实非常非常自然的 各种迁移 古老的丝绸之路 多少朝代更迭 历史一次次重演 这里曾是中西方商人驻足的驿站 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 有的人将一生的信仰奉献在这里 又埋葬在这里 但是吐鲁番的炎热干燥气候 又将尸体在自然的状态下脱水干燥 让吐鲁番成为新疆出土干燥最多的地方 此情此景 让我对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前辈表示敬畏之情 这个吐鲁番呢 它可是丝绸之路西域行的第一站 要么怎么西游记来到西域部分呢 一定要从火炎山讲起呢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在1700年前呢 可以说是这个佛教非常的盛行 到处都有这个潜佛洞 像这样的地方呢 所以诞生了很多吐鲁番早期的居民 他们在这里呢 主要是以这种沙漠里面 艰难的生活着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白骨 也是从这古 古质啊 古质这种变化程度上来看的 风化程度上来看的 至少有上百年历史 今天能够来到这边的主要呢 我们要对失去者呢 一定要有一种缅怀 希望他们能够出土呀 吐鲁番除了掩面的黄土 还有一些充满故事的老人 听说这里住着一位古董收藏家 我决定去寻找他 夜里就出发 看看能否窥探到吐鲁番的过去 哇 雷探长 终于看到家古董店了 我还一进来能看到 好多的老的物件 老爷您是什么族啊 维吾尔族啊 维吾尔族啊 这些都是你从 你都是你那个花钱买来的 是吗 还是家 收藏家里 声音机里传出了一些声音了 他说的什么意思啊 吃的 疫情的问题啊 原来这个老爷叫伊明嘎吉提奥 是收藏家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漂亮的 您是他的 女儿 女儿啊 真漂亮 很漂亮的 谢谢 这老爷很神秘的说 过来 然后我们就过来看看 这时老大爷突然喊我过来 要带我走进里屋 难道里面藏着什么宝贝吗 哦 这是 钱 钱 这个 这老爷把所有钱都夹到书里面 这是什么啊 这些糊是 这些糊是喝茶用的吗 开始 哦 开始 他们以前就是在这边放上煤里面 然后呢 然后把水就可以烧开了 您是十家媳妇啊 没有没有 您是 我的弟弟的 弟弟的啊 我弟弟的媳妇 此时天色已晚 为了不打扰老人休息 我也只好先行离开 打算白天一探古董店的真面目 哇 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呢 这户老人家的房子啊 刚好是冲着东边 太阳升级照了过来啊 我知道十家媳妇是搬给你的对吧 哎 就是以前毛主席那个时候 陕 甘 宁 边 区 政府的50 您一般那个钱要卖多少钱 那个 啊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就收藏 啊 你知道 你知道卖的最贵的是什么 贵的吗 哪个最贵 那两个壶 那两个壶 你卖多少钱 十五万 两个 十五万 两个 哦 我没想到 门前的两只巨大的洗手壶 竟然要开价十五万元人民币一对 可是就是这样不分日夜的摆在门口 从不收回屋里 难道就不怕被人暴走吗 也许我真想多了 大爷说 你就是把钱包丢在门口 也没有人拿 那先我走了啊 新疆一片神奇充满希望的热土 我沿着心中的梦想一路向西 记录了许许多多新疆的故事 所到之处 无不欢歌笑语 每个人都努力的为自己的事业打拼 各民族同胞也在脱贫政策中 迈入小康 人这一辈子 有两个一定要上 上课和上当 你不上课就要上当 有两个必须要教 教育和教训 你不被教育 就要被教训 今天 中国正在大跨步的崛起 因为每个人 都珍惜这样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我的十集新疆纪录片 也到此结束了 我想 我还会回到这片土地的 告别了新疆 我的冒险之旅 又将开始 紫斯桥村 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 这里有三百多万只蛇出没 下一集 颜天长将走进蛇村 和毒蛇一绝高下 与蛇共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